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桃园市卢族区景星里 光明河滨公园的提案围墙上 挂满了社区居民的彩绘创意 其中还有动漫 鬼灭之刃的人物彩绘 卢族区景星里 透过将废弃木材回收再利用 并借由民众的双手 共同营造社区发展 您有听说过低碳灵理吗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 积极推动社区发展 其中卢族区的景星里 除了在光明河滨公园的 单车步道设置各式各样的装置艺术 同时近期更将提案围墙彩绘美化 并借此打造树印记忆墙 这个是我们的树印记忆墙 那当初这一个墙面 是有差不多140公尺 那我这边的话是想说 利用我们一些环保的东西 来制作我们的记忆墙 那我首先我就是用我们的树 就是我们的光明河滨公园 当初修剪的树干 不要的树干 把它裁切成一片一片的 那我们彩绘了300片的树片 那在彩绘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加工 就是系上我们的亮光漆 然后贴上他们名字 贴在我们的这片的墙面 走进桃园市卢族区的景星里 光明河滨公园的提案围墙上 挂满了社区居民的彩绘创意 其中还有知名动漫 鬼灭之刃的人物彩绘 而景星里透过将废弃木材 回收再利用 并借由民众的双手 要共同营造社区发展 我希望说用这个树片 然后标示出我们一个景星的特色 可以标示成一个景星的地图 然后一个景星的地标 那借由这个地方让人家知道说 这就是我们景星 景星的光明河滨公园 那我未来还是希望再进一步 希望筹措至少要1000片 未来我可能会选择一天开放 李明来我这边领取竹片 然后让他们去把小孩子的 脚竹机或者是手竹机 印好之后 我们再加工之后 也把它彰天在这边 可能在三四年之后 他就看到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目前光明河滨公园的提案围墙 中共挂上了高达300个彩绘束片 不仅让原本的白色墙面 变得色彩缤纷 同时景星里里长 也将持续推动树印记忆墙 并邀请民众共同来彩绘 期望要借此凝聚社区居民的感情与记忆 记者文竹军台报道 再带你来看 桃园市政府为了让民众更认识在地的历史 因此在民国108年 将桃园唯一的日治时期 警察官吏派出所 以旧城、商圈、文创三个面向 进行原貌修复 并在12月1号正式开放 欢迎大家来桃园大庙 以魁派出所建筑近百年的变迁 走进古色古香的桃园市景福宫 周边的建筑不仅充满文化特色 同时位在景福宫东侧的大庙口派出所 不仅拥有将近百年的历史 同时也是目前室内仅存的日治时期警察官吏派出所 而桃园市政府透过整修建筑 也正式重新开放 这个派出所是在日治时代 它在一楼是做大庙口派出所 二楼是做保甲的联合办公室 那是结合了清治跟日治两个时期的特色 那尤其景福宫在旁边 跟桃园旧城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是用了将近两千万的经费修复 那将来可以结合旧城 包括商圈 包括文创 那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元素加进来 那我们也希望跟景福宫合作 能够把宗教的庆典 把它转型成为文化的庆典 让大家看得到旧桃园城历史的轨迹络 桃园市政府为了让民众更人事在地的历史 因此从民国106年将大庙口派出所 登陆为历史建筑后 随即也在民国108年以旧城 商圈 文创 三面像进行原貌修复 期望要让大庙口派出所 成为桃园旧城重要的文化地标 大庙口派出所在修复完工之后 二楼的部分呢 我们会主要第一档的展览 先做的是 Tuan Ddewee这样子的展览 那主要是要唤起就是说 这个空间当时候在整个桃园城 发展过程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那第一档展览很大的部分 在介绍大庙口派出所 这个建筑物所在的空间里面 它的历史的脉络 从旧桃园城的那个 十一柱形的各种的角度来做呈现 目前大庙口派出所 在经过桃园市政府的修复完工后 于12月1号起正式开放给民众参观 另外大庙口派出所的二楼 也有举办桃园旧城发展史特展 并展出建筑构建与老照片 借此要让民众一窥派出所建筑近百年的变迁 记者王中军桃园报道 第五十一届世界儿童画展桃园场 在文化局二三楼画廊登场 今年一共有26个国家 超过5万件的作品参赛 最后选出448件得奖的作品 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小朋友无限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管乐团的演奏为第五十一届世界儿童画展桃园场 展开序幕 今年一共有26个国家超过5万件作品参赛 最后选出448件的得奖作品 在文化局二三楼画廊展出 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孩子们的作品 其实它是一个教育文化意识跟交流的一个综合活动 那我们也结合了一个世界各国能够来参与 也是一种国民的一个外交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世界儿童画展的一个活动 能够扎根 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共同的参与 那也能够彼此的来知道世界各国的这个文化的特色 这次参展的26国作品风格相当多元 可以从中发现不同国家的文化跟特色 开幕当天同时也举办颁奖典礼 希望让小朋友透过画作欣赏也能了解多元文化 我们看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 甚至包括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地区里面的所有小朋友 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他展现的作品都有一些不同的关怀 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家长都有机会带自己的孩子 在这448件作品当中逐一的巡礼 除了静态展览协会也精选数件得奖作品展开分享会跟座谈会 民众不仅能欣赏画作 也能在导览跟讲座当中学习到更多的绘画技法与知识 巡会的展览还有导览 那在讲座的交流互动 最后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共同的参观 其实这样子退与整个儿童美术教育的推广和扎根的部分 是最为扎实的 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其实也是到12月13号 第五十一届世界儿童画展桃园场在文化局二三楼画廊登场 邀请民众一起来趟儿童艺术之旅 欣赏小朋友无限的创造力跟想象力 也能从作品当中了解孩子们眼中的世界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导 为了让长辈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巴德区竹销社区发展协会 在关怀据点活动中举办时光旧四正好 爱情不老婚礼 许多长辈们穿着美丽的婚纱 拍照圆梦 还携手走红毯 象征坚真的爱情 画面中的新娘正在做最后的梳妆 打扮这是竹销社区发展协会与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所办理的爱情不老婚礼 邀请社区内近30对的夫妻重新披上婚纱 共同完成甜蜜小游戏 现场即温馨有欢乐 竹销社区在巴德区是属于比较农村型的社区 很多的长辈 他以前结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穿过婚纱 办理这个不老婚姻的活动 大家反应的非常好 每天看他们这样子晒得黑黑的 妆画一画都蛮漂亮的 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快快乐乐在社区过个美好的日子 主办单位精心为太太们预备婚纱礼服为先生们准备领结 不仅让许多长辈们穿着美丽的婚纱拍照圆梦 而彼此携手走红毯的桥段更象征夫妻彼此坚持的爱情 为走过的多年岁月留下美好见证 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们结婚四十几年了 然后本来就要穿婚纱 然后一直没有机会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们现在是两老相依为命 非常谢谢你妈咪谢谢 感谢社区办了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感情更深温 更加互相的疼惜对方 谢谢老公对我的疼爱对我的照顾 巴德区竹销社区老年人口超过百分之十二 考量到有些老人家当年结婚时 因为家里贫穷没穿过婚纱 因此才会办理这次的婚礼 希望所有长辈都能幸福美满永远快乐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今年初刚加入桃源市消防局大南分队的菜鸟消防员 陈瑞君首次参加2020总统杯健身健美锦标赛 一举夺下新秀组冠军 真的不简单 画面上认真重训的陈瑞君是今年一月才分发到 桃源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大南分队 平常热爱重训的他 今年首次参加2020全国总统杯健身健美锦标赛 就在下一座冠军和一座亚军表现相当有益 当兵的时候选择消防医 然后看到里面的学长有在运动的习惯 那就是请教学长 那渐渐就爱上这项运动 能够把平常训练的 然后把自己的体态展现出来 然后在台上 然后跟一同共同兴趣的爱好者 然后一起竞争 然后一起训练 一起成长这样子 大学毕业后的陈瑞君在基隆担任消防替代役 一年不只对消防的工作产生兴趣 同时也开始接触重训的领域 而对于消防工作以及重训两者之间的取舍 他表示自己都有按照计划进行 不过也提到分队的美食诱惑很多 其实训练过程 其实最辛苦最辛苦 我个人觉得是饮食上面 因为其实你有良好的饮食习惯的话 基本上你要维持体态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其实我们这个工作 常常常常常会有学长 可能出勤 我们出勤累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吃宵夜或是喝饮料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忍 然后等到比完赛 然后之后我们再报复性饮食这样 第一次参加全国总统被健身健美景标赛 就拿下好成绩 陈瑞军表示原先只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没想到可以得奖 未来也希望可以一路参赛到30岁 同时努力做好消防的工作 达到不一样的人生目标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道 我们观音工业区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的道路 能够衔接观音工业区 大唐工业区 桃科工业区 观唐工业区 还有台电 这些道路网来把它做好来 让来这边上班也好 货车进出也好 都会很顺利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市政五台 做一个完善的规划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源 这是繁荣进度的桃源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源 火力之都希望桃源 因为有你的餐鱼 桃源越来越好 桃源越来越好